她是被成龙抛弃的女儿 一生被嫌弃 她的报复远比你想象得很 我犯了一个所有男性 无一例外都会犯的错误 当时成龙仅仅用一句话 便成功地退出了舆论的漩涡 尽管原本计划通过怀孕来 逼迫宫廷的吴启力 却最终为此付出了自己余生的代价 连同破坏了女儿的一生 现如今重新审视吴卓琳的现状 我才意识到 她的报复远比想象中更加狂热 妙趣横生的超级明星女儿 应该过着天伦之乐的生活 以小龙女名号而生的 吴卓琳却长期备受争议 父亲的名望并未给她的生活 带来任何光彩 相反 她从出生那一时刻起 就被困在无尽的黑暗中 前辈们的纷争 毫无道理地毁坏了她的生活 要追溯原因 这出荒谬的闹剧 还得从成龙的情感观念说起 在林凤娇出现之前 成龙已经与无数个女友分手 就算是那样具有美丽的人 也曾被她控制 遗憾的是 邓丽君的生活过于优雅精致了 导致即使成龙身边的市井小弟们 也不喜欢他身上那种高贵气息 这使得林凤娇有了趁势而尽的机会 与邓丽君相比 小弟总是在成龙面前保持面子 林凤娇如同一个长辈般的态度 非常关心全家般的弟兄们 即使是兄弟们会聚在一起饮酒玩牌 林凤娇也能无怨无悔地留在一旁 伺候大家的茶水 就这样 邓丽君那种尊贵典雅的形象 输给了林凤娇那种平易近人的风格 尽管击败了邓丽君 林凤娇却未能立即击身胜利者之列 和成龙同居不久后 林凤娇立刻赚来了怀孕的信息 对于一直在花园中游荡的成龙来说 这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 他做出决定 要求林凤娇前往美国分娩 尽管目前林凤娇在事业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然而他仍然听从成龙的每一句话 抛下了国内大好的去到了大洋彼岸的另一边 在整个产前阶段 成龙从未露面 直到临近预产期时 成龙的经纪人才告诉他要去探望 好久不见心爱的人 林凤娇并不抱怨自己单独度过了漫长的孕期 只是谨慎地探寻 孩童出生时需填写表格 其中包括一栏填写父亲的姓名 成龙领悟了林凤娇话语中的隐晦含义 转身寻找到了一位牧人 在一家仓馆的私人包厢里 进行了简约的结合仪式 结婚戒指亦是成龙匆忙从自身手指上取下的 由于尺寸不恰当 林凤娇只能将其戴在大拇指上 而这也暗示了他将来十多年来被忽视的无名妇人的身份 因为那些从武行出身的兄弟们经历了太多痛苦的教训 因此成龙一直非常担心自己会受到女友掠夺家产的威胁 以至于他总是怀疑林凤娇的怀孕是出于他的私利 因此他只付了他儿子的固定费用 不愿意透露任何与个人财务相关的细节 随时准备着在离婚时保护自己的财产不被划分 然而实际情况是 他所有的忧虑都是启人忧天 林凤娇从未曾打算为了获得成龙的财富而耍心计 不管是秘密结婚生子还是过着类似丧偶的婚姻生活 他从未试图向成龙抱怨或请求援助 因为他只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拥有一个安全稳妥的港湾 而成龙已经是他一心认定的丈夫 直到成龙的养父去世 林凤娇初次以成龙的妻子身份在追到会上亮相 不久之后 他又被迫返回美国 因为另一个可怜女人即将出现 所以才会这样 作为导致此次事件发生的根源 吴启力并非出于恶意来玷污成龙的名誉 而是为了通过腹中的胎儿逼赶皇宫 他对林凤娇的感情和成龙的冷酷都有所低估 甚至意外地为自己的对手提供了一份巨大的礼物 查看窗外密密麻麻的新闻报道的转播 第一反应并非专注于如何处理公共关系问题 反而他暗中庆幸有机会摆脱林凤娇这个潜在威胁 他毫不犹豫地给林凤娇打了电话 原本以为对方肯定会生气且责备我 等到那时 他就有机会反过来提出离婚 没曾预料到林凤娇的反应竟然如此出乎他的意料 没有意料之中的责备或抱怨 林凤娇以极度平静的方式安抚了成龙 我了解你目前很不安 不必操心我 我很好 你先处理自己的事物 无论何时 只要你需要我和儿子 我们都会立即站在你身边 简短的几句话 竟然导致电话另一端的龙泪如雨滑落 一个是被自己漠视多年的配偶 一个是急于获得成功而不顾自己生育的情妇 转眼之间 成龙内心做出了决定 有了家庭支持的底气 一个注定不快乐的童年故事因此开始 由于吴启力从未亲身感受过正常的母亲情感 以至于她无法理解如何呵护她的女儿 一味的只是宠爱女儿 让她茁壮成长 9岁时协助如策 15岁时依然协助穿衣 如果只是过分溺爱 吴卓琳怎么会走向疯狂 除了轻视 吴启力还将自己在母亲那里受到的伤害也赚给了女儿 即使只有微小的差错 也会引发一番咄咄逼人的批评 吴卓琳在母亲无限制的溺爱和虐待之间来回承受 同时承受着母亲和外婆在困难中积累的苦难经历 绝对不能信任男性 一个对男性深感厌恶的家庭 三位不幸的女性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吴卓琳正在走向无法挽回的疯狂之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周围的同龄人已不再是幼稚无知的孩子 学校的同学们都明白吴卓琳的非婚生子女身份 从后方的窃窃私语慢慢演变成正面的谩骂 连他仅有的一个朋友也不再与他保持联系了 在母亲回家之际 他仍将保持作为一个受伤的女儿 始终以来 成龙一直默默无闻地表现得像一个局外人 实际上在吴启力怀孕的那个时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吴卓琳渐渐了解了前辈们之间的纠葛 当认识到自己经历的所有痛苦都是无辜的厄运时 他开始了他的复仇行动 父亲是国际知名的巨星 母亲曾经是当红一时的电影明星 作为他们的孩子 每一个举动都将受到密切关注 整个家庭同庆同贵 同寿同祖 所以最具效力的报复方式是自我伤害 就像房祖明事件那样 成龙作为父亲也要受到批评 因为他的教子方式被指责无效 吴卓琳发现曝光母亲虐待自己的行为 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他需要采取更具震撼性的行动来引起人们的惊讶 这一次他终于达成了目标 因为遵从母亲和外婆告诫不可相信男性的话语 他并不清楚 依然只是被人蛊惑的纯真 19岁的吴卓琳公开宣布了他与一位31岁女性的关系 公开表示自己是同性恋 在国内媒体中会引起极大关注 吴卓琳的所有判理行为和表现 将会与成龙的懒惰和吴启力的残酷对待联系在一起 其他人普遍认为 他所处的地步都是由家庭环境造成的伤害 随后 吴卓琳与他的伴侣一起去国外演行 两个人依靠自己在社交网络上的流行度 勉强维持生计 但很快就手忙脚乱 出于求生之需 他第一次以成龙的女儿身份请求帮助 然而所得到的仍然是成龙一贯保持的寡言 尽管成功的过程中会给父母抹黑脸上 但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吴卓琳为此所付出的成本也相当不小 据报道 吴卓琳在海外需要依靠工作来维持自己和伙伴的生活 在最困难的时候 无法自给必须仰赖领取赠品来维持生活